4月10日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回忆起1月份 专家组首次提出封城建议时的场景 他感慨万千 新技术份 纯运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如果要是的话 就是把感恩者 当时我们如果要是坐着高铁 坐着公交 公共汽车 坐着飞机 曾光坦言 封城是一个紧急决定 没有预案 封城后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封城举措成功地把疫情分成了武汉及武汉之外两个战场 在武汉之外的战场 疫情迅速得到了控制 不是说事先就想到了我要封城 要事先做好什么准备 当时不能 没有时间做准备 如果为什么的话呢 如果你在准备三五天 那可能就是再封城可能就不是一个武汉了 可能中国又出了两三个武汉 那全世界也不会是这样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话 武汉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了 曾光认为 武汉疫情防控的分水岭在于对确诊患者 疑似患者 密切接触者 无法明确排除新冠肺炎的发热患者四类人群应收尽收 他告诉记者 这一举措执行起来难度很大 金潭医院不够用了 还有另一所传病医院也不够用了 像其他综合医院去扩充 又不够用了 怎么办啊 建立了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 再不够用怎么办呢 建立封城医院 你光说扩充医院了 医务人员从哪来 我们能够有四万多幼儿园陆续的开服前线 而且这四万多幼儿园的话呢 是什么呢 训练有素的 它都是各地的骨干 成建制来的 我们来的都是这个 都是呼吸科 感染科 ICU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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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调动的话 我们的话就是P3事业室 是吧 移动的 是吧 我们另外还有什么插管的麻醉科 是吧 这都是这样 来了以后就是直接可以接管一个医院 武汉的医生太疲劳了 来了以后的话就得把他们换下去 这种纠正的效率是了不得的 虽然如今武汉已经解封 但曾光表示 传染病是全球的问题 全球如果不解决 中国就不能彻底解决 他指出 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既要防控输入病例 也要关注无症状感染者 还要注意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之间的平衡 要说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啊 但是不能松劲 是吧 不能松劲 我觉得这里就提出一个什么的话呢 就是可持续性的 是吧 有效率的防治 为什么要这样呢 是吧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呢 我们除了继续控制暗活以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啊 得复工啊 复产啊 得复学啊 得愿得全面开放啊 是吧 另外对国外也不能的话总关着门啊 是吧 我就在这种动态的环节下 开放的动态的环节下 怎么做好这个防治工作 这是我们现在的话面临的挑战 得温达到的环节下 那今天呢 发生了个人